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咪沙咪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手 我们上一个讲次 就跟大家提到说 在这个佛法中的传承 它是怎么进行 当然它并没有说 一个很规格化的 说一定要怎么个做法 理论上说也没有 但是它有一个通途的 或者说基于汉传佛教的 一个相言的方式 那是怎么样是相言法 它理由有两样 一个就是 它的传记上有记载 那么基于各位各个导师 特别是教法 天台中是以教法 以教来传承的 它不是以 看起来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规格的 那个物来传承 那所以它就比较有 它就算是 有一个文字的客观标准 有一种说法就是 它是一种如来禅 如来教法所衍生的 客观的一个禅法 是可以怎么样 是可以讨论的 也有一个明确的取舍 你这样讲 那就不是我教内的说法 这样讲就是我教内的说法 就是就教法来说 再来你那样做 那不是我们这个教 这个宗派修的方法 那这样做 基本上是我们这个宗派的修法 它有一个标准 那当年呢 这个显宫和尚 是因为我自己看书的时候 我知道有这位长老 但不太清楚天台中的传承是什么 重点就是在学佛而已 学法而已 这样 那也会看到他的 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影音 几乎没有 就是有书 就算说有录音带的话呢 后来我做法子 好长一段时间 他才有整理出来光盘 他的侍者 老人家的侍者 才整理出来 那个我们虽然做法子 但是并没有那么多的客观资料 或者他个人的资料并没有 那就说到说 在大三的时候 蔡云和尚 我去参加那个 应该大三升大四 我记得 那我是大二升大三 大一升大二 对 大二升大三 还是大二的寒假 这样子 那我上联营寺 我记得是寒假 上联营寺 大二寒假 那大三 大二升大三的时候 就在那里担任 这个解门学员长 而且很有意思 那个所有的参加的大学 有台大 师大 冯甲 辅仁 还有 东海 就是没有成大 很奇怪 联营寺跟成大一缘 比较轻 比较少 只有我一个代表 还是这样 在很多地方 大家都没有成大 反而有台大 台大成跑社 他叫成西社 常常给人家误认为 那叫成跑社 你这是成跑的 那这个是因为 这个什么呢 这个 教育部 教育部的思想很奇怪 他认为宗教不应该 宗教不应该进入校园 所以他不让你取一个佛学社 他不让你这样取 台大第一间 成大第二间 就是所有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大学 设立佛学社 第一间就是民国四十九年 第二间是民国五十年 成大 五十年五十一年 我没记错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 台大跟他斗争了很久 最后叫屈服 屈服我是听很早很早 那个出家失误 还是那个老居士他说的 他说斗争了很久 然后教育部就是不同意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台大佛教 这个什么 研习社 什么什么研究社 佛教什么 反正你就是不能佛教 后来 后来就没办法了 毛起来取一个叫做晨熙社 连觉悟社 觉社什么都不行 坦白讲 这个地质时代遗留下来的思维 那种国家管一切 也管到你的思想那里去 这是华人文化里头是这样子 文字欲也是这样来的 这样知道吗 这是不行的 至少在台湾不行 是这样 那有个地方人口多怕造反 那好吧 那我们就不好评论 但台湾不行 2300万你还控制人脑 老百姓怎么发挥智慧给这个国家 你控制 而且控制的是为了政治目的 那更扯 那更不可以 政治是四年换一个政权 那怎么可以 台湾 我讲是台湾 其他地方我们不评论 那各有因缘 台湾因缘你走到这样 当然就是这样 依佛法的看法也是 你要让他觉悟 觉悟你要开放他的心灵 你不能说怕他造反 控制他心灵 不可以 好 那么就这样子 他就弄了一个名字 就冠了 至少熙 重点在那个 这那熙 熙是太阳的 初上的阳光 就拿那个来比喻说 那个佛性这样 然后还听说还 唧唧哗哗的还讲了一堆 最后才勉强答应 那陈大看到台大这样了 他想自己自我献说 他去申请的时候 就不敢弄什么佛学 我都不敢 我们那个研究东方哲学 是这样 什么东方哲学 如是道 这样 然后他就说可以 结果 东哲社到后来 一直很混乱 确实真的有人在那里研究儒家 研究道术 研究炼丹 那我去的时候就 超不爽 我说没有啊 这个是当时 这个情况这样不得已的 我们东哲社就是佛学社 已经太慢了 已经明不正言不顺 行也不顺 所以曾经有那个学弟来 那我跟另外一个学长 他大三我大二 我是大一进大二 我是先进那个什么西连经院去学佛 我才勉强去参加东哲社 因为东哲社这名字就不吸引我 什么东哲社 应该是佛学社 陈大没有佛学社 没有啊 在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 后来是因果解研了 我都已经出家解研了 陈大才有什么慈青社 什么残学社 残学就是中台 慈青社 想也知道 是什么 慈济的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社的 是法谷山的 如雨后春笋 好幸福 没有啊 在我们那个时候不行 不行 完全是不行 听说还有那个谁啊 那个感恩欣赴的 那个也进去了 所以你看看 中华民国这个政府 就是这样子 不过话说回来 他不能够说人家是邪教 不能 只是说那位领导人疯疯的 他会起来跳跳跳这样 跳跳这样 下面一堆有医生 有检察官 有律师 有教授 你们看这样 人也惊弱 这不好说什么 反正人要觉悟 所以国家要让人民有 预先学习好 判定他精神 食粮 为什么 的这种 最低标准的能力 你懂意思吗 这是国民教育的基本 就好像说 国民教育要懂得说 瓦斯会爆炸的 垫的话 丝丝的手去摸会垫死人的 一样 心灵也会垫死人 他去摸到那种不对的 那个假借宗教的内容 也会爆炸的 也会撞车的 也会家破人亡的 为什么你这个 为什么你这个会不教呢 这都是国民的基本 基本生命能力 你要知道 更何况 更何况他遇到了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解不开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上老师 什么心理老师都没用的时候 宗教是最后的防线 你这个国家 你不把这种宗教基本教育 基本知识 它不是红法 不是红法 不能 红法就被基督教等一下来拉人 天主教来拉人 道教 当然不行 这当然不行 因为宗教难免有那个差异性 那学生会confuse 但是你客观的让他懂什么道理 而且要由宗教师正确的来说 不能够有那个编转的什么 出版社自己瞎掰 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没有减和 那这个国家是干什么的 你对老百姓是国家的未来 你怎么会这样子做呢 你知道吗 那个教育部的那个 发的那个什么两性平等的书 里头有QR Code 一扫描进去 你知道在干嘛 教你怎么样子 刚教 教你怎么样吃毒品 不会中毒 要教这个 后来是基督教妈妈拿给我看的 后来 后来他就直接跑去找 教育部 是不是次长还怎样 直接叫他扫描叫他看 后来才脸垮垮的把那个东西拿掉 你看这这么混 真的 不是现在这个政府 我没说哪个时候的 但就有 我没有骂现在的政府 我要推宗教基本法不能骂 所以 不要把我那个截屏 我没有骂现在政府 真的是这样 那基督教妈妈妈说得非常愤慨 非常愤慨 他看到有我们宗教人士出现 他如获自保 他说一直都是他们单独在奋斗 是这样 所以你们要有缘 家里有人学法律的 或者是 有时间的 不一定要法律人士 不一定 头脑清楚的人就可以 去参加 如果要的话 你赶快 这个什么呢 在那个 Line Line的官方账号 Line的官方账号就是 申杰林万佛寺 你就 at 申杰林万佛寺 你就会跳出官方账号 你加他好友 就等于人一样 你加万佛寺的官方好友 就等于加一个人一样 关系都是一样 你跟他是私密的谈话 就会有师父们回答你说干嘛 你就说你要参加 或者我们会公告一下 在那里 公告是要怎么公告法 要了解一下 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们要去参加 我太多法案了 太多太多了 我都没空加入 你们去没有 不需要什么专业 就去听就好了 去听 去看 三次之后 你就知道在搞什么了 真的 就听就好了 不会太难 好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我们的教育内容是不太清楚 他办教育的人在早年 所以我们要一直让他改革 要推着他改 有一些政治人物他私下会跟我讲 师父其实政府有时候是众人的事 那他那个领薪水的人他不会主动 你就给他一个建议 然后跟他说明 不要去骂他 你就去跟他说明 他就会改着改 他改得慢 但是还是会改 台湾的政治氛围基本是这样 我觉得他讲的话很中肯 他是政治人物 他这样跟我讲 我就觉得很中肯 所以我刚刚那讲法 并没有想骂谁 我只是告诉你说 曾经就这么样子 很糗 所以我当时人家来问说 你们东泽社是不是佛学社 他大三我大二 我们俩同时回答 他回答说不是我回答是 所以一个佛学社都不能证明 证他的名 那就这样了 后来我到了林一寺的时候 蔡明和尚就讲了讲了 他就说可以用天台 那他问我哪个老师 我没什么概念 我知道他的学生后来都变老师了 在家人在家老师 甚至有的在大学里教书了 然后呢 我不太觉得OK 但我不会这样讲 我只觉得老人家 你的子弟兵 我就没有提任何人 蔡明和尚他有注意到 他有注意到我没提什么 他就跟我讲说 那显明老和尚你认识了 我说我听过 不认识 要不你是 你是住北投对不对 他说对 你就去北投请他 这就是我讲的 他在珠海中学旁边 我真的就答应了 因为就在我家 离我家约 我家在旧北投 所以如果他走路的话 大概半个小时 以前都是用走路的 然后集成车 是这样 我真的走路去 那蔡明和尚跟我讲 他没有讲任何事情 他只讲说这个弟子在这里 有个电话 我家是有电话 那个时候还是有 穷归穷 电话基本还有 我就打电话 他的逝者接的 逝者是在家人 然后接了 接了之后我就说 这样这样这样 他说我知道 蔡明和尚 我们老和尚 他就讲他的显功了 我们老和尚非常尊重 蔡明和尚 蔡明和尚有交代 那么你就来吧 你什么时候过来 过来的意思 就是我要准备好行李 然后叫一台计程车 然后拉上他的疗房 就是那个珠海中学那里 然后呢 请他下来就坐车 那直接就下去 很简单 就这样 还没见过面 只是当我师徒跟他学了 那我能理解的是什么 我能理解的是 蔡明和尚 但似乎他要特别利用 我是当解门学员长的时候 促成这件事情 后来你们看那个录影带 他们两个在唱双簧 后来我比较年长一点 我回忆起来 我才想起来说 他还有说了其他事情 他比如说 我先说我就去了 反正出生之徒 自赌不怕虎嘛 然后就真的背了一个背包 然后跟我娘讲说 我要去参加再接会 然后他也不懂 再接会在哪里 你的水里 水里是在哪里 你不用管 我怎么就在水里 然后这样 他说那多久 14天 那久哦 没有啊 就是说要帮爸爸回兄 帮着爸爸 我爸爸那时候已经 卧病 他想 理由充分 我们家很开放 很西式 很西式的身房 所以他就 反正已经到成大读书了 都已经那么远了 一整个学期不在 那现在反正在家里 也没什么事嘛 那我还要为爸爸回向 那不是很好吗 不过是真的 我整个寒暑假 只要台湾东南西北 天上地下 只要台湾有任何的法会 若大若小 大至残期 小至一天的什么什么蒙山 或者是某一个超度 我通通去 我通通去 只要是免费了 我通通去 我没钱 我自己要赚一点小钱 做生活费这样 大部分都不用钱 大部分都不用钱了 还有那个摘生 那个是浦门 浦门金色在摘生 就是台北 那个摘生就从那里来 我还去应征做志工 志工应征了之后呢 来了一位老和尚放蒙山 那就是会谈老和尚 会谈老和尚 认识的人真的少之又少 这次我传戒 不是在那个 投遍坑的那个佛恩寺吗 佛恩寺旁边那间佛堂 就是会谈老和尚的纪念堂 很少人认识他 人哀哀的 然后瘦瘦的 讲话有点福州腔 一瘦就人 他是福州人 这样 我都参加 所以我母亲也习惯 我讲长一点这样 因为我会提早到 晚点走 大家这样一弄 我们现在要办一个 青年营 四天三夜 叫做心记绝航 心呢 心灵的心 记就是国际的记 绝航 绝 绝悟的航行就对 才四天三夜 在我们那个时代 随便就是七天起跳舞 没有那个四天 没有啦 没有的 都七天 所以灿云和尚的那十一天 头尾十二天这样 我都会更早到 那晚一点回来帮忙收 所以大概和尚就十四天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缩了 缩了之后 我也没有跟他说 我要去再去 再一个老和尚 没有 反正我们家很自由就对 在那个时代很自由 还没解言呢 还没解言 那很自由 我也很自爱 我什么事情 我都会处理得很好 我父亲在家里 吃喝拉撒 尿尿 剪头发 洗澡 运动 什么都是我做 只要我在都是我做 把尿把死 因为他行动不便 我们家又穷 请不了人家打那种 通血路的针 也没办法找人做复健 那个时代没有复健这种观念 是这样子 让他动一动 这样子 小便 大便 洗澡都是我做 所以我母亲看在眼里 那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相认 已经认了我的生父母 所以我跟我母亲的关系 反而更亲密 我跟我养母的关系 跟养父的关系 反而更亲密 所以信任度很高 就是跟母亲跟父亲的关系 就是很亲密 但是不亲密 很亲密 没有隔阂 完全没有隔阂 那样子 我后来才发现说 这样子家庭关系不多 不多 大部分小孩有小孩的想法 这样已经很好了 那没隔阂的几乎就很难找 我们不但是没有隔阂 我们会互相把生命的价值拿来聊 我会讲给我母亲听 那对社会的一些问题 当时没有太多知见 可以讲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 那我还是会 长篇大论的拿佛教的角度去讲 我母亲就开始会听 听了就种下她后来出家的姻缘 她觉得她这个儿子什么 想法都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很有先见之明 或者很有见地 她已经有这种感觉 后来她才会跟我一起吃素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其实我一学佛 我就把学佛的很多观念放在家里 跟我母亲聊天 就像朋友一样聊天 也会聊天给我爸爸听 所以我爸爸 在他 这个 有点半卧床的状态的时候 我都亲自问他 我说爸爸你若死 我不来出家 我们都讲这么白 我们都讲这么白 你若死 我带妈咪来出家 妈咪就是妈妈 我们家是这样讲的 妈咪来出家 好不好 他想都没想 所以我可是在父母的准许之下 很悠哉的 很开放的这样去出家 那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老人家准备好了 老人都会比较提早准备 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五十多岁 他的背景是这样 他十二岁出家 十九 十二岁出家被他爸爸带去 关中别院 就是现在的那个什么 宁波 宁波的关中寺 那早年其实他不成寺 他是一个小别院 整个关中寺非常大 大到多大呢 我可以这样讲 大概有三个佛光山那么大 从海边 从那个整个宁波市的一半 一直到山上都是 你看当年的 世民尊者的那个 北宋时代的天台中中心 那很吓人 很吓人 我看过那个古图 哇 那个范畴好大 他那个前面那个马路 现在宁波的那个马路 当年是河道 有点像现在的威尼斯这样 在沧海桑田 然后他十九岁的时候 就这样当附作 附作 也当纠察 所以他学得非常之快 非常有天分 十九岁未成年 当时中国人是认为 二十岁成年 是这样 所以非常快 好多好多的法子 他是要做法孙 法孙根本轮不上 上不上台面 他已经能够做附作 然后人又庄严 又高 然后头又大 反正好像不是 这个地球上的人一样 你用感觉 然后后来他因为做了附作 讲附作了 他就有一点假日 他说他在学的时候 这个观众别人是怎么教的呢 一年365天 包括过年 只有放一天假 365天几乎都在上课 也会做佛事 挑人做 有另外做佛事 不然在都市里头 收入还是有限 没有三残 然后早上 冷啊 你知道吗 一个班 这十个人一班 十个人一班 大概会有三十个人 那三十个人 十个人一个班 围一个脸盆 那个脸盆的水这样子 然后早上呢 早上要洗脸嘛 要把那个昨天掉在外面的 已经结冰了的 那个毛巾拿下来是硬的 然后呢 这个水盆 那个水盆在一个 十个人用一个水盆 然后这样沾一下 不能太久 半秒而已 沾一下 半秒 然后溶掉 然后就软掉了 然后就脸这样糊一下 然后又掉起来 十个人用那盆水 不能用完 还得留着 等一下 冲大便用 或冲小便用 这样生活 然后早哉 早课 诵经 做早课 大约说我们那种早课 接着呢早哉 早哉也过堂 过完堂之后 做一点清理打扫 上课 上课的时候呢 静坐 静坐完了送咒 送咒完了之后呢 就听课 老师有课本 学生没课本 要背 背那段文 一次一小段 然后呢 就上天台的四教仪 九年了 九年 他说七年才上完 一半还不到 一小步书而已 这样 但是讲得很深 上午上课 下午呢 抽签 副讲昨天的 副讲昨天 每天就是 上午上课两小时 下午抽签 一小时半 然后接着晚课 晚课完了自修 这样滚 这样滚 他说随便人这样滚 滚三年五年也会 也会懂教理 他一滚滚了七年 九年 后来他请假 21岁的时候请假 12岁 九年不是21岁吗 他请假 请假去看他爸爸 就是接上我上午说的一样 他就一路问到云南去 接近云南的地方 还在中国 接近越南的地方 他就说有间古庙 然后说他爸爸在那 结果就在库房里找到 整厨 好的这样 我们的那个净土中 不入祖师位的谭鸾大师 谭鸾大师也是 后来也被发现 是近几年才被发现 他是肉身不坏 然后被用泥土封成一尊像 后来才找到资料 他就是谭鸾大师 也是肉身不坏 净土中肉身不坏也是有 他也是 那么就 他是这样子的背景 然后后来一直就 一直学佛 一直讲经 讲到后来 他的老师 应该说他的法师傅 我的法师公 那个 报鸡大师 会带他们去上海 宁波到上海不会很远 去看电影 那个时代 那个电影是基本是无声的电影 然后回来就开始讨论 天台中怎么看这个事情 还这样子教 很新颖 这样 然后后来 国共相争 抗日完毕国共相争 渐渐听到声音 那我法师傅 他那么年轻 21岁 你知道他亲近过谁 虚昂老和尚 虚昂老和尚为了抗日 在上海办了一个 你们现在都可以查得到 叫做上海 护国习灾法会 所以现在台湾一直有 护国习灾法会是这样来的 当年护国习灾 就是对付日本用 护国习灾 然后呢 虚昂老和尚为主法 我师傅呢 我法师傅显功和尚呢 跟他同谈 还睡同一间 同一间疗法 所以我很清楚 他说 那个显功和尚跟我讲 他说 那个外面讲的 跟书上写的 跟真实的不太一样 我说怎样 他说 那个 虚昂老和尚 我就 跟他同样一七天办活动 每天就跟他在一起 他犯来伸手 查来伤口 吃了就睡 那我说 他不是不导单吗 没有 那外面写的啦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导单睡觉了 那我就问他 老实上 外面都说你不导单 那欧白说的 别吵 还是这样讲 所以说你就知道 华人很爱照神 华人里头 就是反正管你的啦 有一个音乐 我就删三个音乐 这样就对了 有一就反三 反正 捧你的又不是坏事 其实这样不对的 这样过度造成 反而让后面学的人 设下了障碍 你懂吗 是这样 像广青老和尚 也不主张人家 晚上不睡觉 或者是不导单 他说不要随便不导单 你会 你会 精神错乱 要睡就好好睡 我凡夫还不要这样 他就这样讲 他自己确实是不导单 广青老和尚是真的 我说过 我最后去看他的时候 他临入灭前三天 最后已经贴封条了 我还去了 他容许 把封条撕下来 我再进去看他 我就真的看到 整间房间 没有第二个家具 一张椅子 不是床 他就坐在那里 炯炯有神 这是广青老和尚 就暂且不说了 我就试这样 但是虚老和尚不是这样 这是从我的法师物 那里听来 你就可以知道 我跟我法师物很有得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接法 但很有得了 那在车上呢 他就会问我东 问我西 问我的家庭背景 问我怎样 问我学什么 还问我怎么学佛 我都一一讲 他都不会评论 他不吃饭 他吃坚果 跟一些蔬菜 他有一点糖尿 他的适者 把他照顾得很好 所以身体很好 然后他会跟我讲一些 旧的过去的种种 我也会一直问 所以他从来不会厌烦 然后蔡云和尚跟他见面了 两个人就礼拜了 我现在 我后来我才想起来 他们两个对话的过程当中 有谈到我 他说 蔡云和尚跟他讲说 我特别叫启唐 我特别叫启唐去接你 你们见面了 有什么感觉 然后他就跟老和尚讲 还好啦 没有变坏 我在旁边想 什么事 这个才会发生 他在录影带 YouTube上面两个人 公开谈我的事情 我后来才知道 其实蔡云和尚 之前已经跟他的 旁边的弟子 我是蔡佳 跟他旁边的弟子讲说 要请显宫和尚 他干嘛又问了我 让我不去讲 这样子 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弟子也知道说 就是要安排我去找 去请显宫和尚 我们是小孩子嘛 而且老人家 蔡云和尚是不能多话的 也不能多问事情 他没说你不能问 是后来 我被他们两位老人家说了说了 其中有一位 第一次还是谁 他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老人家早就安排你去请显宫和尚 他们两个人非常尊重 我亲眼看到 他称他燦宫 他称他显宫 然后好了 就讲课 就在讲课的时候晚上会有一个就地参访的时候 才演出了你们在YouTube上看到的 他们两个在公开谈我 就是那一场 我就坐在下面第一个位置 不好意思 影像不好有没有照到我的后脑勺 应该可以找到后脑勺 我就坐在第一个位置 那这中间其实还有其他事 是什么事呢 是当然不会只有显宫在讲课 还有一位他的在家老师 在家学生临时没有来 然后那个课程也是我排的 叫做十二英元 那这很简单的基本内容 天台中也会讲到 那显宫当然就休息 结果他没来 没来的时候 蔡云和尚就问我说 就问我说 启唐啊这个没来你看怎么办 我说那能不能请哪位师傅 我讲的是他的剔度师傅 剔度徒弟 当时已经有剔度徒弟 我就不说谁了 谁谁谁这样可以吗 他说不要 不要了 你讲 他就在跟我说 然后旁边是总务学 总务学院长跟总学院长 那个都已经读研究所了 他们在旁边窃校 我才知道他们早就谈好了 他们 燦宫叫我去的时候 其实只是叫我怎么样 勘古路王 这样而已 你听懂吗 只是要做一个局 让我不能反对这样而已 他就先跟我讲说 老师没来 你要怎么办 我当然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你是解门嘛 然后我就说那不然请谁谁谁 他就说那你讲 不就是你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要么你就不要争取 人家叫你做了 你就不要在那里扭扭捏捏捏 这样就不用了 既然这样是佛法的事嘛 又不是我说要的 你指点我 好不好不管了 可以啊 那刚好十二因缘呢 我根本不用看本子 我自己就已经悟出 十二因缘有三种十二因缘 在去带队 在台南成大的时候 带队 带两台游览车去 去朝山广青老和尚的时候 在等的时候 我就已经悟出那个道理 所以他叫我讲十二因缘 那也是我排的嘛 我排的让老师来讲 我也不是说我要讲 现在叫我讲 我想都没想 这样 好吗 大概是这意思 没关系你讲 你去讲 讲的时候这件事情呢 显功之道 然后他们两个老人呢 就是安排好了 就你做失败 你在下面拜佛偷听 这家伙怎么讲 我在楼上听 是这样 后来逝者告诉我的 约略他们有这种意思 那所以才会演出来说 我讲完了 我走出来 从教室走出来 那后面走出来的前面 就是连一世的大雄宝殿 我一看完了 老和尚怎么在那拜佛 我刚才说两点钟 都叫我疼死了 就是这样 你要知道 我们太了解老和尚 老和尚如果私下听你话 然后人还在那里 一定是有话跟你说 所以我说死 因为我要走回去 一定要经过他前面 他正在拜佛 你敢从他前面走过去吗 一定不敢 那所以势必要怎样 就停下来 停下来你就死了 果不其然 他就开始削你 讲得很好 以后可以做大法师了 还拉长音调 我就知道死了 燦公如果讲这样的话 就是要给你死了 你甘死的时候 甘死的时候 你就是要给你死了 你知道吗 真厉害 我马上跪下去 我马上跪下去 说弟子不敢 从来没有想说要做法师 你要怎么讲 你也不用客气 你听不懂 老人家 那个棒子很恐怖 所以广青老子上说 谁要是吃了下棒子 谁就能到业成就 就是这样 他有一次赶一个人 要赶他走 他就不走 因为他已经被很多学长讲 他说如果燦公要赶你走 你就死命的不要走 他就懂了 他就不走 接着不走 燦公拿出杀手剑 你知道他怎么做 你不走 我跟你顶礼 这一招是杀手剑 走到他这样屁滚撂牛 当场就走人了 你看多狠 蔡英格尚是这样的 你不走 我跟你顶礼 一招了就要跟他顶礼 你这样非手不可 很慈悲 他就是要成就你 所以广青老子上说 他的棒子 灿魂发输的棒子 吃的下 他的录音带里头也有 也是要写的 灿魂发输的棒子 你如果吃的下 你就想想想的下 就这样 太恐怖了 那个没得 那天我就是这样 他就跟我说 你不用客气 你不用客气 我就说完了 他就开始讲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他就发生了他们两个对话 公开让我很难看 因为他讲的那几个都是他的地址 他说A地址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不错 口才不错 后来我那个B地址来的时候 我又发现他又比A还好 那现在又有一个C来了 读读的也多 讲的又比A跟B更好 我以为就这样了 哪知道这个启唐来了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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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定会给人家那个 然后显宫又再加上去 这现场录影的 你就看到是这样 其实他们还有私下讲 结束了 结束了显宫要回去的时候 他就去跟老儿上 那个 那个 蔡云和尚就说 告假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能不能让这个启唐再债 再陪我回去 他说对啊 就是他 就是他要陪你回去 因为他也住北投 我也算是搭顺风车 在还没有回去之前 蔡云和尚又叫我去 你知道怎么说 那个启唐 显宫 非一般人 我们不能只是给红包 我们还要送他礼物 你看送什么好 他就这样问我 我最怕这个 你听不懂 你看送什么好 老人家 我不就不认识 我哪知道送什么好 但是你一说错了 你就完了 我就知道 我就想 我就一直转 那送个比较有佛法 意涵的什么什么的 他说好 然后你再送什么 我都还记得 当年 三十多年前 你们居士比较老的 都会知道 从那个捷克流传过来的水晶 做的那水晶莲花 那个就很 很有feel 在那个时代 算是很高级 水晶莲花 你们看过没有 这个 第七天你们就看到了 我们在圆通电影有水晶莲花 满大的 就这个 就这样 还我去拿 我去三下买 不知道谁谁谁拿 然后我就拿上 然后我去送 不是老人家 连红包都我去送 送的时候又会在那里 问了他 显宫和尚很多话 他也跟我问了很多 那么就这样之后 我就退伍了 我就入伍去了 就隔年就入伍 他好像后来有去 就去美国了 那辗转辗转 他的适者 透过人来 说选公现在到美国的庄严寺 他要为你开课 开天台的课 你要不要来 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出家 在青龙寺 他才在青龙寺而已 青龙寺又前面要崩掉 什么的这个 我就跟他讲说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已经借了这个寺院 而且有好多学生跟着我来了 那已经隔了五六年了 隔了五六年了 然后可能短期没办法离开 那么久 他开那个课是半年 后来这依我母亲的那位 江淑慧 医师 他也在那边读 是这样 后来我那天讲不出他名字 现在想起来 江淑慧 也在那边读 就因此就一批 居士在那边读 好了 那我没有去 对我以为这事情 跟老人家缘就这样结束 没有 又隔了一年 他的课程结束 有一部分的学生留在那 那他都没听他说什么 然后呢 我到了千华寺的时候呢 中间传话过来 他说 你亲近老人家那么久了 你有没有想过要接法 我说 我能吗 我有资格吗 他说那你就求看看 天台中用求的 你就求看看 我说 好 那我要求看看 我就真的打电话 打电话老人家也不多话 他说 暂时 先别谈那个 你安排一个课程 来庄严寺 讲解天台 好啊 我也不认为那个是考试 我不认为 我这种人神经比较粗 我就觉得不要为了什么东西 而去做奖金的事 我就单纯把他想奖金 但是那一次的奖金很特别 我排了一个很完整的天台的 解门行门什么 我记得因事务有趣 录影好像还是你录的 你那个是第二次 那个是信事务录的 那我就去讲 那有这个 有静坐 有什么 每一场 显宫都来听 那听到快结束 他才会离开 因为要恭送法师 他不能在那里 他长辈 他不能在那里 所以差不多就是结束 他就离开 每一场 包括静坐 包括绕佛 包括拜颤 我都教 这样子 很完整 然后呢 就造成了那里的 有些居士 很大的回响 他说 我讲始终心药 完整 就是天台中的心经 我又始终心药在藏经里头的 的科判 我又把它修改 所以老人家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还有我带庙寺 庙寺在那里 庙寺那个时候小 小六刚毕业 还有一个叫做庙法的 还到他疗房去 他还问我 你带沙咪怎么带 我说送 法花经 背法花经 庙寺从头背 背了四品背下来 那那个庙法背了一品 他高兴到不行 他觉得这样就对 所以庙寺呢也 算是有帮上忙 我们那位庙寺师傅 算是有帮上 刚刚在打地中 就是庙寺师傅 他才小六 好可爱 有录影下来 有照相下来 很古兑 他现在也很古兑 那个时候更古兑 就这样背 他又很清秀 背了好迷人 旁边一堆居士在看 都这样 如醉如痴 是啊 在美国很难看到小孩子出家 还能够背经 背这么流利 真的很流利 小孩子真的还是小才可以 小孩子可以 所以定心 可以要求他开始背法花经 他是背网 所以要他叫他背 看他比真功 看会不会正常一点 以法花经的威德 这样 那所有的书都要把他收走 不让他乱看 好OK 那就这样 这样之后他什么话都没说 我也没什么预设 我觉得求法我已经表达了 剩下是老人家的事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是我已经接了了一和尚的法 所以如果真要为佛教天台中做些什么的话 其实也有个身份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我知道说显宫和尚门槛比较高 他不会只是听我几个QA 他就会传我法 为什么呢 因为老人家只传三个人 在我之前只传两个 而其中一个呢 其中一个 听听就算了 我没指明 是想要必要 然后最后有点说就看人情 不得已 因为年纪跟他差不多 所以你要称弟子里也不算 所以他就等于那个是人情 那第二位呢 他没讲天台 是因为在那里做主持 那每个身份也不好 那么他有说 跟逝者讲 逝者也觉得 他在国外很为难 这样子 那么就也穿他法 那逝者私下有跟我讲 他说 其实你是唯一的 但是没有办法 不能这样讲 这点大家听一听就算了 虽然录音 我相信一位已经远及了 一位都没空听我讲经了 所以说应该没事 但是逝者差不多就 不是逝者这样讲 是旁边的居士这样讲 逝者我忘 逝者很守口如瓶的 很有修养 很有修养 他没讲 我忘记不是逝者 是旁边的居士 亲近他很久 在美国亲近他 我心知肚明我知道 他传法当时要弘扬天台 当然是要这样 能不能弘扬 当然就听两句 你大概就知道了 是这样 就这样子之后 我就觉得有点压力 后来老人家没什么话 我回来了 那个课程一个礼拜很圆满的回来 充满了精神 因为太丰富了 很丰富 讲经都有 然后就带大家去走一走 去加拿大走一下 尼加拉瓜瀑布 难免就是走那个地方 走一下 回来没多久 试着打电话来 他说你安排个时间 老人家要到华盛顿DC去船 他不会在庄严寺船 船法给你 他说那我不太清楚 后来他才跟我讲 他说那才是老儿上的道场 那个的话是居士的道场 庄严寺是居士的道场 就是那个造船的那位 那位谁啊 那位居士 沈家增 沈家增 你怎么知道沈家增 你学校有一段时间啊 知道沈家增的人不多了 沈家增后来被我的法师兄念了一阵子 因为他毕竟是居士 也亲近过很多长老 所以对于出家人 有时候就不怎么样 我那位法师兄 我那位师兄 戒兄 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那个佛学院 济智辈 这样你就知道了 济智辈 他很有gas 他当场把他话说一说 他就走人了 是这样 所以我法师父不会 我想问疗房在哪里 不大 我在那边都天天去看他 然后他就说他要在另外地址的地方 就地址不是法子 地址 地址的地方 他的地址 地址跟他基本没有太 不是说太有因缘 坦白讲 是这样 但是很尊敬他 那我们就在华盛顿DC那里 有录影下来 那个时候用VHS 那不晓得有没有转出来我忘记了 然后要找一下 就库房找一下 是这样 有一些相片 他这样传法 传法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会带着一串那个 琥珀念珠 就他传给我 他传给我 两条念珠 一条用功的念珠 108粒乘以3 就三条108粒传 很小 念佛用 他叫我念佛 另外一个就讲法用 那个是 那个是那个 琥珀念珠 我大概天台中 讲课一定要带一次他 就是一个礼拜一定带一次 一定带一次 这样 那么在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呢 天台中在传法的时候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他会对你的 乃至于你的生活态度 你家里的生活 从这个品性跟你跟人的关系 来观察 曾经就是他有法子 就是把法券传给女众 他立刻就表达不可以 很传统 传天台中的第二个就很传统 第三个才是讲教法 讲教法的话呢 老人家呢 注重几件事情 第一个 他很注重拜占跟禅修 再来呢 讲法的话呢 几乎每一次讲他都在 那他有问题 他会直接跟你讲 那他算慈悲啦 就没有出言纠正我 可是呢 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 就是你可以发挥 但不能预举 他有讲过这样的事情 他说他们以前呢 在讲课的时候 什么资料你都可以用 你看很开放哦 报纸的资料你也可以用 他中的资料你也可以用 但是 你的核心必须抓对 他们抓的是核心 所以天台中讲经的空间 基本是有的 原则清楚 空间有 这些呢基本上 确实啊 我反观我自己 大概我也是这个样态 那 接下来就是什么 接下来是他会稍微用话 刺激你 不会太多 但他会刺激你 或许是因为也末法了 那这个部分 我就先说到这就好 我们明天开始 我们会把两位主持的全部讲完 有四堂课会把他讲完 是这样 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回向一下 众生无边许愿度 烦那无尽许愿段 法门无量许愿学 佛道无上许愿成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敬文者 西发菩提心 静止于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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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